小雅,婆婆求求你了,俗话说一日付七百日恩,你就发发善心,拿二十万救救我儿子吧,我儿子现在还躺在医院呢。 前婆婆,你要明白,我跟你儿子已经离婚了,如今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,虽然他是我孩子的父亲,但也是别人的老公了,所以我帮不了他。 儿媳妇,我听说你在婚了,你那个现任老公还很有钱,你就帮我儿子这一回,让他渡过难关吧。 是啊,儿媳妇,当初我们确实有做的不对的地方,今天我就郑重地向你道个歉,以前的事你就别记恨在心了。 钱公公,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,寒冬腊月,我刚生完孩子,还没出月子,他们母子俩是怎么联合起来欺负我的,当时就因为我生了女儿,你们不喜欢,大冬天的我穿着秋衣秋裤就被你们赶了出来,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事,犹如刀子般深深扎在了心里,如今你让我怎么原谅? 嫂子,我哥再不对,他也是孩子的父亲,你就大人不计小人过,帮帮他吧。 钱小姑子,你也别叫我嫂子,当初你没少跟你哥他们出谋划策吧,再说了,他根本就不配为人妇,在我心里他早就死了,当初他赶我们娘俩出门的时候,怎么没想到他是父亲呢? 怎么现在出事了,又想起我这个前妻来了?我也不跟你废话了,你们还是从哪来回哪去吧。 儿媳妇,我们心里一直都把你当成儿媳妇的,其实这次我们过来找你,是希望你能和阿伟从归于好的,你可要把握住机会啊。 是啊,嫂子,其实这些年我哥的心里一直都有你的位置,真是可笑,什么叫把握好机会,我现在过得很好,我为什么要因为你哥那样的渣男再回头,以前的那种苦日子,我可不想再过了。 儿媳妇,我看我有必要跟你说出实情了,当初的事不只是我儿子一个人的错,当初他也是被那个女人花言巧语给骗了,如今他也后悔了,也和那个女人断干净了。 是啊,儿媳妇,阿伟现在整天茶不思饭不想的,他一心只想跟你复婚,以后好好地跟你和孩子一起生活,但是他这个人你也了解,死要面子或受罪,他是怕你不同意,所以一直不敢跟你解释。 嫂子,这点我可以作证,我爸妈说的都是实话,我哥从出世后就一直不停地喊着你的名字。 你们可拉倒吧,我可不敢奢望你哥惦记我,就算是他想跟我复合,也是因为惹了麻烦,想要我给他擦屁股罢了。 当初他绝情地把我和孩子撵出去的时候,我的心就已经死了,如今你们又凭什么要求我能原谅他? 儿媳妇,我们现在的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苦啊,当初也是我们识人不清,才让那个女人进了家门,自从那个女人进了我们家, 就把家里闹得鸡犬不宁,后来阿伟实在是受不了了,就提出了离婚,可是那个女人却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。 我没听错吧,你们一个个那么厉害,怎么连个手无寸铁的女人都对付不了呢? 我只记得当初为了娶她,你们一家想方设法逼我离婚的场景。 儿媳妇,过去的事就让她过去吧,你现在应该大度点才是,只要你这次愿意拿钱救我儿子,等她出院后,我立马让她跟你办理复婚手续。 听你这话的意思,还要我对你感激涕泪吗? 当初你儿子为了跟我离婚,隔三差五找我麻烦,为了点小事就对我动手,你们坐牢的不制止就算了,反而还在那火上浇游,就你们这一家子的所作所为。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。 好儿媳呀,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,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,以前的事你就忘了吧。 那个时候我女儿才四岁,她哭着说不要打我,你们装作听不见,寒冬腊月把我们母女赶出家门,连件厚衣服都不肯给我们。 当初我刚嫁进你们家,你处处针对我,我天真的以为,只要我和你儿子感情好,我们的婆媳关系我会变好。 我再一直努力融入你们家,尽心尽力地伺候你。 就算我怀孕期间,家里的所有家务都是我一个人做,最后我得到了什么? 你是我儿媳妇伺候我们,不是应该的吗?难不成要我们公婆来伺候你吗? 你明知道你儿子外面有人,你居然没有阻止他,还帮着他一块隐瞒,甚至还往我身上泼脏水。 儿媳妇,是我们对不起你。 当初我们被那个女人蒙蔽了双眼,她说会给阿伟找一份既体面待遇又好的工作,结婚后还要给我们买套房子。 之前我就给你们提过醒,人家年轻漂亮又能挣钱,怎么可能看得上你儿子?可你们觉得是我想赖着不走,讨好你们一样。 现在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,我保证以后你说,什么我就听什么,绝不反抗。 我跟你们早就没关系了,我凭什么要拿钱帮助前夫?而且我现在已经嫁人了,我现在老公对我也很好。 我们家这辈子都跟你有关系,因为你女儿的爸爸是我哥,续缘关系是哥不断的,你这辈子都休想摆脱我们。 儿媳妇,以前的事就不提了,妈在这给你道歉,求求你帮帮我儿子。 你现在愿意这样求我,只是因为你儿子出事需要帮忙罢了。 那年我妈住院,我想回去看看,可你怕我回去花钱,死活都不让我回去,是你害我没能见上我妈最后一面,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 我哪知道你妈说走就走了,就这么点小事,你有必要记那么久吗? 既然在你眼里生死是小事,那你就等你儿子走了,你再看看是不是小事,到时候你还会这样说吗? 闭嘴,不许你诅咒我儿子,他身体好得很,这次他肯定能顺利康复的。 你们赶快离开吧,我和你儿子这辈子都不可能有任何交集了。 我现在也有了新的家庭,请你们不要再来打扰我。 你个臭女人,你的心太狠了,我这么大年纪的人在这低三下四地求你,你还想怎么样? 你现在老公那么有钱,二十万对你们来说根本不算什么。 我老公有钱,跟你们有什么关系?他凭什么要去帮助一个陌生人? 还有,我家不欢迎你们,请你们马上离开。 婆婆一大家子无奈只好先离开。 妈,我在外面都站了兜一个多小时了,你们谈得怎么样了? 儿子,那个女人已经不像以前那么蠢了,我们好话说尽,她还是不同意。 儿子,要不然你去找她试试,你们毕竟有过感情,说不定她会同意呢。 妈,你不是说我需要做手术吗?你让我怎么出面要钱呢? 我们只是说你要做手术,没说你是什么病啊。 到时候你去了,别的不用提,直接让她给你营养费,要怪只能怪她心太狠了,凭什么他们母女现在可以吃香地喝辣的? 而我们就要过苦日子,我非要狠狠地讹她一笔不可。 正说着,钱儿习气冲冲地走了出来,刚好听到他们说的话。 真没想到,你们一家真够不要脸的,为了钱什么都敢说,你就不怕应验在你儿子身上吗? 好吧,既然你都听见了,那就快点把二十万给我们,不然我就天天来找你麻烦。 你们休想从我这拿走一分钱,我又不欠你们,你们要是再来打扰我,我就去起诉你们,不信咱们走着瞧。 听到起诉,活不吓得不敢吭声,看到这里大家支持钱儿习的做法吗?来说说你的看法吧。